《空间站的核心上》 继一个月前我们发射空间站的核心上以后 这是我们第二次成功的发射 货运飞船它的使命是为我们空间站输送物资 包括航天员的生活物资 包括我们空间站的推进计 它用于空间站的水稻为辞 那么说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实现 全向位的自主交汇对接 那么这次的交汇对接的实现 可以为下次的神舟飞船交汇对接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验证 所以这次实际上它是 等于是真正的第一次 进入到实战阶段的快速交汇对接 像咱们以前的那个交汇对接的话 大概就是两天 然后我们在这边 就是大家还都是很累的 因为它牵扯了很多后台的人 在支持这项工作 但像现在的话 我们晚上发射 早上就到了 比高铁还要快 我们刚刚用一个通宵 见证了我国的首次 自主快速交汇对接任务的实施 应该说这一次这个交汇对接 对我们空间站任务来说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有了这种快速交汇对接的技术 后续就可以更快更好的 来实现这个天地往返运输 为我们国家的空间实验室的建造运营 还有航天员载轨的工作和生活 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从发射那时刻开始计算起 零时刻开始计算起 到交汇对接 整个过程地面人员不参与 不进行计算仿真 直接完全通过航天机 自身的计算机系统 进行交汇对接 最上面就是配置了 测量距离的设备 还有姿态的设备 就是激光雷导 它是激光雷导 在大概是十公里之内 范围之内 范围之内 进行两个飞行器的距离的测量 就是两个飞行器相对距离是多少 然后两个飞行器的姿态 比如说角度是多少 还有抚养的角度多少 都可以测量出来 这个测量的目的就是 保证这个对接的精度 最好核丝核缝的对手 视节导和明快器 就是视节导和明快器 就是视节导和明快器 距离更近的时候 两个飞行器在大概也就 30米之内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视节 就是说白了 就是摄像机 用摄像的光学原理 进行距离的测定 和姿态的测定 最后保证慢慢地逼近 使它对接成功 我们要做的一个 腰操作交易对接 就航天员坐在空间站里 那个核心舱里面 遥控着我们那个呼应飞船 和空间站来对接 这个目的的话 就是将来 为了将来 我们那个运行器在飞行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常规的对接就是自动对接 这样来进行的 但是假如自动对接的系统 出了问题 那我们就表达手控的对接 但是六月份呢 还要把这个航天员送上天 还要确保航天员安全载回运行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多个任务并行这个实施 应该说对我们整个 各个团队各自力量 都是一个极大的这个考验和锻炼 这个几代人的这个努力 这个付出 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收获的这个时间 我们需要在两年内 连续发射11次这个任务 完成这个空间站建设 但是自己是那个 也要做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地址扫码 我评计所在那边 我评计所在这里 今天就能够 超级的 你 其实